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表示 美方要求与法无据 与理不通 纯属一场自我设计的政治表演 得不到安理会成员的支持 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 已经丧失协议参与方资格 根本无权要求安理会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同时 在全面协议参与方尚未穷尽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也不能被启动 因此 全面协议参与方和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都认为 美方要求不具任何法律基础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并未启动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20号表示 美国在制裁伊朗问题上 向俄罗斯和中国发出威胁的做法毫无道理 俄罗斯谴责美国的这种行为 李亚布科夫说 美国已经退出伊核协议 没有资格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快速恢复对伊朗制裁 美国向俄罗斯发出任何威胁都不会改变其立场 另据英国外交部消息 英国 法国和德国三国外长2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 反对美方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启动针对伊朗的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声明说 尽管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带来了巨大挑战 但三国依然维护协议 认为应该通过协议参与方之间的对话 来解决当前伊朗分阶段终止履行伊核协议义务的问题